大家好 欢迎回到比赛 北京时间5月21号给大家带来南非德班四拼赛的男子单打的首人 由王楚清对阵的奥切安 王楚清在前面三局的比赛 11比2 11比4 11比7 现在3比0领先的比分 现在第四局的比赛 王楚清要4比0拿下对手 对手实力一般般 大头 其实在第三局才开始出汗 热身 被对手追到了3比3平 对手来自兔利斯 这个世界排名第181位啊 打王楚清世界排名第二 坦白说给了他这个对阵的机会已经是减到了 4 3 王楚清扣杀失误 现在是以1分分差落后就好 3 5 4 5 大头现在还是落后1分 6 6 哎呦没想到啊 被这个 奥切安 这一发球直接的一个扣子 7 4 怎么回事啊 第四局 王楚清太想赢了 7 4 王楚清看来这一局要逆转啊 5 7 4比7落后 对手的话是一局比一局打得好 王楚清过去的这8分被对手打了一波6比2的攻击波哈 2分的分差 王楚清的发球 这2 4 4 4 非常多的非洲的球队啊 球员参加 这个名额就有了 博平在昨天的比赛发挥出色 打了五场比赛 五场都赢了 梁静坤 马龙 陈梦 以及陈信桐 再加上混合双打的比赛 林斯洞加上凯曼 非常轻松的战胜队 主教练肖战 很轻松 像咪咪的 对手请求了一个暂停 这样比赛结束以后 会给大家带来林高远的比赛 好 来 我们马上事不宜迟 暂停回来 好球 要暂停的没用啊 黄楚清连追三分 这一局比赛力转的话问题不大 嗯 这个球 连续的两个发球啊 对手都得分 对方整体的士气上来了啊 在第四局 在第四局 好的 9 黄楚清 刚刚7比9落后的情况下 真的是 要考验他的心脏啊 哎呦 10比8哦 明显 第四局啊 黄楚清准备不足啊 109 好的 追回了一分 这分很重要啊 刚手打到10比10 嗯 背对手赢了一局啊 给那边吧